歡迎收看華視晨間新聞 早安 帶大家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各地大多都是 情道多雲的好天氣 午後的中南部山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但是並不多 另外在花東地區 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整體來說降雨是不多的 天氣是穩定炎熱 各地的高溫 普遍可以上看到三十度左右 局部地區更可以來到三十二 三十三度 而中午前後呢 這個紫外線的指數是偏高 所以戶外活動請注意防曬 多補充水分 藉著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 溫度預測 北部的部分來看到 京龍台北 新北 低溫是十八度 高溫是三十三度 桃園 新竹 苗栗 低溫是十九度 高溫是三十一度 台中 彰化 南投 低溫是二十度 高溫是三十一度 雲林 嘉義 台南 低溫是二十度 高溫是三十二度 高雄 屏東是二十到三十二度 宜蘭 花蓮 台東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低溫是十八度 高溫是三十二度 外島的部分 馬祖 金門 澎湖 低溫是十九度 高溫是二十八度 其實有些小叮鈴提醒給觀眾朋友 今天是廉價的第二天 但是在中南部的地區跟金門 馬祖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跟霧跟低雲的現象 所以有交通航班規劃 要特別注意了 另外週日到下週二 宜蘭跟花東地區因為吹的是東風 水影封面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但是主要還是在下週三封面報導 到時候北部東部會變得雲比較多 會比較猶豫 但是中南部的這個雨情 還是相當痴情 請大家要注意了